好吧 回到馬文君 這個事情還在發展 潛艦 他們說馬文君當時 拒絕簽保密協定 但是馬文君是說 我有開會 你開必密會議 我簽到會議了 簽到會議就要保密 其實你簽不簽保密 我覺得沒差 我簽了保密 簽了保密 我如果去外面 洩密 洩密以後 我就沒責任嗎 還是有責任 我不簽保密協定 我去外面洩密就沒責任嗎 還是有責任 看你有沒有洩密 跟簽不簽保密協定 其實沒關係 簽只是說我承諾 我不對外面講 但是實際上 我有沒有對外面講 講了什麼 要看 你有沒有真的洩密 其實就是這樣子 所以馬文君認為說 我已經簽到了 那就是重點還是 他到底洩了什麼密 今天民進黨委員說 他狹帶PHS進場 很久沒聽到PHS 好小的薄薄的一張 弄以前是醫院 比如說呼叫醫生什麼 有個頭 很少可能有個PHS 而且他們大概指控 馬文君兩點 第一個是帶PHS 說為什麼帶PHS 說比較不會被監聽 這是一個 第二個為什麼帶PHS 另外就是馬文君英文不太好 所以裡面看不懂 都要出來打電話 用PHS問人家什麼意思 這點我是不解的 英文好不好 如果我英文不好 我怎麼問我都不知道 假如說你那個文件很什麼 契約很英文很拗口 我看完我怎麼問 對 問不出來 文件不能帶出來 也不能照相 我只能背下來問 我怎麼問法 你要英文好才能問 我英文好 但是我法律常識不好 我可以問 我英文不好 我怎麼問我都不知道 我講實話 不管了 反正他們先就指控他 說帶PHS狂操筆記 還提怪問題等等 馬文君痛批王定宇說謊 說PHS 我也很久沒看到 什麼叫PHS 到底怎麼回事 另外馬文君認為說 綠營在渲染他泄密 主要是要護航軍火商 軍火商在詐騙 因為潛艦歷任太大了 一艘潛艦530億 八艘潛艦4000億 海軍軍官跟我說 海軍為什麼 海軍的案子 陸海空 陸軍沒有什麼肥水 買個飛彈 買個炮 賺多少錢 坦克車 空軍的金額是很大 但是空軍能夠坐飛機 就是兩三家 對不對 能夠坐F16好了 你跟中間有什麼鬼可以搞 對不對 海軍就不一樣了 海軍只要搞到一個案子 一袋都吃不完可能吃兩袋 他吃完他的子孫還吃 為什麼 補給 海軍的東西很容易零件要更換 所以那個是隱清風的時候 隱清風命案 後來他們講說 牽涉不是拉法院 是烈雷艦的補給 是要買烈雷艦的補給品 那個時候都造成 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嗎 隱清風那個案子 台灣死了六個還幾個 法國還是歐洲死了12個 因為錢夠大 大到可以把你們都幹掉 有什麼跳樓的 有被車子撞死的 有什麼意外 有這個 有那個 各種 所以海軍這個中間特別嚴重 所以潛艦到底怎樣 為什麼我就不懂 整個四千英的預算 就看黃曙光一個人 他是指揮 他是什麼 負責人 然後也不需要到立法院去背巡 因為他不是國防部長 然後他之前沒幹 然後誰能制約他 然後他就相信郭喜 我也不懂 為什麼就相信郭喜 我們中華民國 只有郭喜一個人嗎 這也很奇怪 我們看一下 如果有洩密的部分 現在已經分案調查 我們近代司法調查 潛艦國照案被指控洩密 馬文君主動召開記酒會 但一被質疑 怎麼問 馬文君一直閃躲 但前一天態度可是很有自信 只要是合理合法 要求立法委員簽署的文件 我們都會配合簽署 說該簽的保密合約都會簽署 但這番話直接被打臉 在2019 3月28號的秘密會議 有三份資料 馬文君在最關鍵保密切結書 沒簽名 甚至拿著紙筆抄寫 頻頻進出會場 海軍人員提醒要他補簽 卻遭拒絕 而當時在場的主席 就是民進黨的王定宇 他講他沒有給中國 他唯一不敢講的是韓國 就那一次的這一位沒有簽 為什麼要說謊 如果我不簽 他甚至如果這是必要的 他可以把我趕出去 是誰洩漏出來 洩漏給媒體 這個應該要查清楚 不然這個就是假訊息 沒有明說到底有沒有簽名 有疑慮的 還有2020年這場秘密會議 馬文君被爆料 不過保密規定 在場內撥打PHS院內手機 疑似轉述簡報內容 隔年的會議 也是在會場猛抄筆記 那檢調調查進度到哪裡 馬文君有無涉密 市政持續爆 而前國防部長 現任退服會主委 馮世寬怎麼看 跟他沒有私交 希望他沒有 都應該給黃曙光 多點掌聲吧 市政能監督自己的立委 馮世寬收起有話直說的個性 給了中立答案 邰俊兄 這個我的理解 黃曙光他是說 洩密給中國 他說廠商 廠商 中國大使館 他翻兩部分 他不是說馬文君 他說兩部分 有軍火商洩漏給中國 我說他講的 他沒有說到韓國 是洩密給中國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案子 是疑允重重 至於馬委員 馬文君他到底要負什麼責任 確實他講的沒有錯 就是說已經啟動調查了 司法調查 至於他的一些動作 你要怎麼樣去解讀 這個王定宇事實上也不需要 這個時候去趁這個事情 說實在 不需要 因為你有沒有簽這個保密 我的理解 這個祕密會議大概 沒有簽也必須要保密 當然 就是祕密會議 我簽了是可以看到 更進一步的祕密嗎 還是誰 沒有 他們給你看什麼 大概就那一些 所以我是覺得立法院內的 政黨之間的競爭 適可而止 畢竟國會是要負責監督 我認為 我認為黃曙光應該是關鍵 所有的關說 通通指向他這一點 指向他 他拒絕 然後他抱怨 然後他講出來 既然是這個樣子的話 他應該 我是覺得跟總統報告以後 他應該是可以公布的部分 一次的向國人公布 不要搞成 這個時候 因為我很擔心 這個軍火商不會笨到去找 在野黨的委員 本來就是 你知道嗎 軍火商怎麼會那麼笨 要我是軍火商 我會去找在野黨委員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裡面還有文章 不管哪一個政黨的委員 涉案通通要抓起來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讓國本動搖的 一個惡劣的叛國行為 尤其金額那麼大 來 錦成兄弟 觀眾朋友 對 我非常同意軍藝兄剛才的說法 第一個 我認為朝野幾乎都 百分之百都支持 潛艦國照這個案子 而且這不是現在才提 女育方是這個案子 在2001年的時候他有提人 後來因為美國因素 國際因素等等 到2005那時候行政院 把潛艦國照這個案撤了 大家也都理解 因為他有國際情勢 一直到馬英九2012年的時候 女育方又再度提案潛艦國照 立法院也是一樣跨黨派通過 然後照2016年 蔡英文當選總統 開始進入實作的階段 所以我是覺得說 今天發生這樣的事情 如同君雄剛剛講的 真相是什麼 黃曙光也既然講了 蔡政府也既然講了 應該把他 這整個說清楚 到底有沒有這件事情 然後去查 啟動司法調查 就讓司法去調查 我本來一開始認為說 這些人在電視上講這些 我也覺得說 好像講的一副跟真的一樣 有一部分涉及到 我在這邊就必須鄭重否認 說什麼郭錫有拿資料給我 或者那個韓國瓷 郭韻有拿資料給四個委員 我是其中之一 我說我從頭到尾都不認識這個人 也沒有接觸這個人 也沒有這個資料 所以從那個部分 我就開始認為說 這些人講話有問題 從你身上就知道 對啊 到底真相是什麼 所以我們需要政府 給我們一個真相 小總 你有什麼避命 資料什麼避命消息嗎 沒有 其實你可以看這個案子 就是他們抓住馬文斤 馬文斤其實是一個吹哨者 他們要把他打成 他是一個泄滅者 PSS 我剛剛查過 因為我也認識裡面很多高層 因為他們以前也常跟我講 他們的困境 他在2014年 這家公司就說了 打掉了 大眾 大眾啊 其實我們很多人都用過 因為他很輕巧 但是他的收視比較差 那如果2014年 大家想一想看 那時候跟馬文斤 有在當總統 那時候拉什麼潛艦 那時候拉什麼潛艦機密 根本都還沒塵案 是不是 你如果以時間 他都已經結束營業了 所以我覺得 國民黨現在要很團結 就是說他們想把馬文斤打了 去帶到佛有儀的險情 你要把這東西 國民黨就是每天在 都沒有 他就像到達了 一小時候 搶我 他就像這樣 那時候 旁邊 他就像這樣 有一個潛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